美国吃的用的所有商品 因为供应链出现问题 都没有办法顺利补货 连大型卖场 因为自家品牌的卫生纸 和瓶装水到不了货 干脆限制民众购买的数量 全美最忙的洛杉矶港 还有70多艘船卡在海上 要十多天才能入港 原本受疫情影响 全球的运输就延宕 现在加上美国港口劳工 和货车司机严重不足 更是雪上加霜 疫情前中国大陆航运到洛杉矶 一个货柜大概是3000美金 现在涨到快2万 涨幅接近7倍还供不应求 而这些成本都已经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供应链的问题 短期之间难以解决 包括衣服玩具等都会出现短缺 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 美国民众可能真的要用抢的 才可以买得到圣诞礼物 记者林智慧纽约综合报道